蔡英文总统 毕临我们公园院50周年 庆特展 实际和现场科技进行互动 蔡英文总统来到公园院 庆祝成立50周年 这一路走来 公园院获得了许多国际荣耀 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挑战 在时代转变的关键点 公园院都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典礼更邀来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等历任董事长及院长惠娘扎 一起见证公园院50年来的蛻变 像是公园院的亮点技术中 非皮肤接触式激励感测运动臂带 应用科技协助运动训练 让运动变得更加智慧精准 应用非接触式偶合式激励感测技术 隔着0.3毫米衣服 仍可连续及时监测 克服传统电极粘贴皮肤造成过敏压迫问题 而为了更聚焦市场导向的研发 公园院规划203股技术策略 与蓝图锁定4R面向 包含整合资通讯的技术 应用在长者照顾议题 针对四个面向 就是智慧生活 健康乐活 永续环境 还有任性社会 四个面向 那来跟我们台湾的产业一起来努力 台湾又有这么多的中小企业 那中小企业的创新 如果单打独斗 可以一定做不好的 所以藉由这样的公园院 这样的智库呢 是非常重要的 蔡英文总统更期许 公园院能持续走在时代尖端 帮助台湾掌握先机 强化国际竞争力 等待新闻 孙作荣 新竹报导